时光不老,我们不散。 吴尊、向左、郭逼平、刘维、村委吴祖家庭许下约定,将苏维市大行亲此代际相处真人秀《最美的时光》于大年初四2月8日,晚化下圆满的据点。 自2018年11月23日开播以来,《最美的时光》陪伴了观众长达三个月时间,获赏每周五晚最温暖的陪伴。 节目收官的同时,也交出了一半亮眼的成绩单,创意新颖,受创陪伴观察宣暖宗模式,以独特视角探讨成年子女与父母的亲自代接关系。 热度持久,12期节目可谓776话题,周周有热搜,一共制造了六次超火包的热搜第一。 口碑获赞,高达7.5分的豆瓣评分立正节目品质,并赢得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主流美景站台。 创意新,受创陪伴观察宣暖宗,让亲自关系迅速升温亲自关系体现生命的传承,是一份既深刻又深远的关系。 为少亲子话题展开的宗艺曾出不求,但大多与女儿有关,新少叹究成年子女与父母的代接关系。 最美的时光不仅是脚新颖,更吸取慢综艺,与观察的综艺之所讲,打造了陪伴观察室暖宗的创新模式。 最美的时光,邀请吴尊、向左、郭迪平、刘文、孙伟,带着父母一起共度亲自时光。 十二期节目分文相遇,分开,重聚三个篇章。 在时光每述出相遇,无组家庭不同的相处,方式能够互相带来启发。 分开旅行实现了父母与子女的理解与沟通,在原谅和释怀之中,找到适合彼此的相处方式,完成亲情重建。 重聚时光每述,大家一起回顾旅程,分享感悟。 陪伴过程中,不同环境的设定让亲子之间的问题迎刃而解,使得亲情有更多生活的空间。 成年子女与父母代替关系的多角度叙事中,则呈现了很多中国式家庭里的亲情关系,父母教育的探讨, 比如子女和父母亲密接触会尴尬,子女与父母之间疏虑表达,贵方教育与闻合教育的差异等,承载广众意义的话题。 将重点落在陪伴与观察上,最美的时光如同一台加温戏,让亲情迅速升温。 无尊与爸爸打破中国式父子的尴尬相处模式,父子俩一起做了很多从未做过的事。 向左发现自己是如此离不开向态,说出藏在心中已久的对不起,郭爹亭和爸爸的心更接近了, 留为妈妈了解到儿子真实的内心世界,尊伟也体会到妈妈一人支撑全家的艰辛,努力生长为骑士为他披荆斩棘。 正如无尊所说,最美的时光提醒了我们很多,在陪伴父母的过程中,要去挖更深一层,站在父母的角度去想事情就可以体会到他们有多辛苦,我们都应该好好报答父母。 热度高,奇迹有话题向左郭帝亭周周登顶微博热搜没有流量明星也没有博言。 旧的内容,在最美的时光中,无尊,向左,郭帝亭,刘伟,孙伟,退下光还回归子女身份,展现最真实的待见沟通。 正是凭着一份孝心,暖心与贼心,节目在长达三个月的播出历程中热度居高不下。 收视方面,手不便拿下周五晚五十二成,同时断第三名,并一直保持良好势头。 网络感想因为热烈,截至收官最美的时光总化期,微博月亮高达7.3亿,微信公众号10万家推文频出,节目短视频播放量超2.4亿。 最美的时光,正是展现五位明星与父母的相处日常,考验信任与默契的亲自运动会,展现起福人生的播行图。 架起沟通桥梁的时光会本本环节触发嘉宾与观众的真情实感,去思考如何更好地与父母相处。 回望十二期节目,可谓七七六话题,周周有热搜,首播当晚,无尊爸爸的动灵颜值,像太的魔性笑伤, 郭碧婷爸爸的冷笑话,贡献首播热度,三位父母或四走红。 无尊与爸爸都与初恋结婚的故事被刷屏,而无尊将为太太不断婚礼的承诺, 更加无尊是什么绝世好男人这一话题推上热搜。 随着向左郭碧婷的恋情曝光,他们的话题,更是席准了全网热度, 每周晚节目播出后闭上微博热搜,向左承认与郭碧婷恋情,向左郭碧婷好甜, 向左教郭碧婷老婆,向左表达郭碧婷等相关话题,多次占据热搜地。 一位,好口碑,到半期点五分立正良心综艺人民日报,发文点赞,时间都去哪了? 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的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。 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,最美的时光在节目卫生,用一手无尊,向左郭碧婷, 刘文,孙伟合唱的时间都去哪了?表达儿女们的心声,台下的父母们眼含热泪,感动又幸福。 有观众表示,一直追看最美的时光,内心很是不舍,可爱高冷的郭爸爸,痴情真一的吴爸爸,跟印象中不一样的像左妈妈,都很喜欢。 他们的相处模式不一样,但是爱是一样的。 也有观众感叹,通过这档节目感受到了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很重要,因为没有感情可以替代父母的陪伴。 谢谢最美的时光,走心,暖心,贴心,最美的时光,已然成为观众心中的口碑综艺,一度高达7.5分的豆瓣评分,也立正节目实属良心之作。 值得一提的是,节目影响力服饰到了海外,无尊与爸爸回家家闻来录制时,闻来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柯文维,就通过关威巴布视频点赞节目温暖又异议。 观众口碑赞誉,主流媒体以为最美的时光站台,1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海外半点评称,最美的时光,通过技师展现了成长和教育等问题,无尊、向左、郭逼平、刘伟、宋伟这五组家庭,在地域上有南有北,特点上也各有不同,既能让明星明人褪去光环,展现为人子女的一面,也能折射出中国家庭的多元化。 节目的意义,在于诠释了小道文化的实在践行,不是剧本也没有复杂任务,让人物在特定环境中自我表现,呈现五组亲自家庭的相处模式,为观众提供一。